昨天男神乔振宇迎来了自己37岁的生日 伴随着正儿的尖叫声 男神这一登台便瞬间摔翻一众粉丝 然而除了颜值高 舞技也是没话说 这不生日趴上 乔振宇就带着几位粉丝 跳起了新戏 坏蛋必须死中的洗脑手枪舞 要说当天去到现场的粉丝 着实令人羡慕 什么跳舞 拥抱 做游戏 跟男神玩的事不亦乐乎 但要说真正让男神觉得幸福的时刻 还得是提起自己宝贝儿子去世的时候 他现在会用蛮这个字 蛮 今天给他吃点东西 这个还蛮好吃的 然后刚才我穿了这件衣服 出门的时候 他说 爸爸 挺帅的 蛮帅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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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那个小屁孩 听听 看样子小家伙很有审美吗 而说到这儿 男神还有儿子的料要爆 他很小的时候 他很小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长发的一个 大美女 大美女 这是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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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有神美眼光 又不全一乐 培养神美眼光 要从娃娃抓起 北京报道 昨天男神乔振宇迎来了自己37岁的生日 伴随着正儿的尖叫声 男神这一登台 便瞬间摔翻一众粉丝 然而除了颜值高 舞技也是没话说呀 这不生日趴上 乔振宇就带着几位粉丝 跳起了新戏 坏蛋必须死中的洗脑手枪舞 要说当天去到现场的粉丝 着实令人羡慕啊 什么跳舞啊 拥抱啊 做游戏啊 跟男神玩的事不亦乐乎 但要说真正让男神觉得幸福的时刻 还得是提起自己宝贝儿子去世的时候 他现在会用蛮这个字 蛮 今天给他吃一个东西 这个还蛮好吃的 然后刚才我穿了这件衣服 出门的时候 他说 爸爸 挺帅的 蛮帅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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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那个小屁孩 听听 看样子小家伙很有审美吗 而说到这儿 男神还有儿子的料要爆 他很小的时候 原来很小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长发的一个 大美女 大美女 为什么 这是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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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 要有神美眼光 又不全一乐 培养神美眼光 要从娃娃抓起 北京报道 超微�eth化的 温瑕